日前美國勞工部首度將19世紀 興建北美太平洋鐵路的華裔工人 列入勞工名人堂表揚 引起廣大迴響 回顧華工赴美奮鬥史 駐美代表神旅巡 特別展示1868年中美簽署的普安城條約 表示這項條約對華工享有在美居留權 具有重要意義 善於研究外交始料的神旅巡 更進一步說明普安城條約 准許清朝與美國人口互相移民 是中國近代史上罕見的對等條約 讓你很有趣什麼所有不平等條約 簽字都鬼話不一樣 好真的嗎 然後你看看後面平等新約簽字 你就看出來啦 葉公超 你看看後面就是宋子文簽這麼大 平等新約 神旅巡表示大批清朝到民國期間的 國際條約 目前由故宮博物院珍藏 這些重要史料仍可反映目前的國際情勢 其中像是南海文獻 對台灣未來探討主權議題 具有實質效益 確認神旅巡邁 防禦 絡視 可 可能